第四篇 就是二十世纪欧洲白美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是一个大的 就是整个的二十世纪欧洲和白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一个发展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首先讲一下概论 把这个欧洲白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的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情况做一个介绍 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在概论里面我们要读的这样一个书目 一个是科尔斯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科尔斯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呢 科尔斯不仅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定义 就是他是第一个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这样一个 这个词的这样一个哲学家 他不仅给他这个出了一个定义 而且呢明确的说 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继承这个卢森堡梅林的这样一个哲学传统的一个派别 一个不同于欧洲的这样一个哲学的派别 这是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这个第一层思想啊 就是值得我们读的 就是他怎么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定义的概念的 第二个呢 他的这个标题你们看一下 他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那么他第一次提出来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哲学 就是第一次提出来 他说以前的思想家啦 就第二国际的思想家 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 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 所以呢使马克思主义啊 被其他的学派 被其他的学派呀 被看作是一个非哲学的这样一个派别 非哲学派别 所以呢他要恢复马克思的这样一个面貌 所以克尔斯的这本书呢 可以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在整个当时20世纪的 20世纪初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呢 当中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克尔斯的一本书 还有一个呢就是佩迪安德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这个这两本书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佩迪安德森呢是这个 新左派这个杂志的一个主编 这个杂志的主编 他呢就是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 给西方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本书里面呢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没落 做了一个清理 做了一个清理 所以我们国家呢在80年代 在接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派别了解他的线索的时候 佩迪安德森的著作呢是一个最为主要的著作 所以看一看这一本书呢会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 而我们在这儿讲的呢就是首先也要把就是说把他们两个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讲清楚 就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说他们两个人讲的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按西方人自己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讲我们自己的研究的这样一个方法认的问题 方法认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时候要把他们的定义啊包含的意思啊把它讲清楚 讲清楚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阅读书目 思考题 思考题 思考题呢就是在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它在早期啊就是20年代到30年代啊 同时产生了一个思想派别呢 是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斯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那么还有一派呢是法兰克普学派 法兰克普学派 我们国内在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呢 一般的有一个倾向 就是认为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斯是马克思主义的 而法兰克普学派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取决于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一个区别就是一个 到了这个70年代重视法兰克普学派啊 就是后来重视法兰克普学派的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呢也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个思想派别的这样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武汉大学的这样一个传统 从哲学传统哲学传统的这个清理上 对他们的思想派别的关系呢 要做一个分析 要做一个分析 就是说法兰克普学派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斯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以及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 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第二个题目 第三个呢就是西方马克思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哲学形态有哪些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用的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是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这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呢 它不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狭义上 是指的西欧和中欧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不包含英美 但是随着这个哲学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代转向以后 就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了 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上 占住了一个主导的地位 主流的地位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欧洲虽然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是作为它的这样一个原创性的 这样一个思想 已经就是说 已经被这个英美马克思主义代替了 就是它再没有自己这样一个 不像葛兰西 卢卡奇和法兰克学派的早期那样 具有一种原创性 就是创造了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流派 或者说创造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就这个创造性它已经没有 就作为原创性的这样一个创造性 它已经浪位于英美了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 这样一个浪位它是怎么发生的 这样一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它有哪些这样一些派别 通过这样一个 所以我们把它扩大为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不简单的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就要看到这些派别之间的 批判和继承的关系 批判和继承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是第二个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也就是相对于东方世界来说的 他们的这个哲学内部的传统和哲学形态有哪些 再一个呢就是看看他们各自的特点 所以这一个呢 实际上这三个问题 也是我们这个介绍这个概念 从总体上要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 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 同时呢就是说了解它的 从这个哲学史的内部的传统的演变 上来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和联系 这也有一个研究的这个方法的问题 这个我们会讲的 我们会讲的 这是我们要这个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这几个问题要是思考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个整个的 这个他的这个思路啊可以清清楚 就是说你在研究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不管你是研究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研究一个个人代表 或者研究断代史 那么你都可以把自己这个定位啊 就是定到哪一个位置 和把它的这个思想的内部的 这样一个一个主要的 或者说主要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说它的这个实质点把它把握住 而不至于呢 就是说研究的时候呢 研究到它的这样一个分支上面去了 而没有抓住它的这样一个主流 这是我们讲的概念 下面我们把这个概念啊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概念的由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虽然我们这个书上都写的有 但是我们把它就是说 从问题上把它分段讲 分段讲 要你这样笼统地看下来 可能看不清啊 可能因为写书的时候 它是它那样的 教材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讲授的时候把它讲清楚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概念的这样一个提出 这个概念的提出呢 首先第一个提出来的是科尔斯 科尔斯 科尔斯在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时候 他当时也就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里面 他使用了三个概念 使用了三个概念 一个概念呢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第二个呢 用了西欧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呢 用了西方共产主义者 西方共产主义者 那么这三个概念呢 它为什么要提出三个概念 为什么要提出三个概念 提出三个概念呢 是为了散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它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它是指的 就是它在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它是讲的什么 讲的 是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的 它就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啊 就苏联的公民们 他们是不知道 我们从梅林 梅林 卢森堡继承下来的 这样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什么 他们不理解我们这样一个传统 所以他在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并不是说把他们自己作为一个起端 而是把梅林 卢森堡创立的 这样一个哲学传统 西方的这样一个传统呢 作为自己的起端 他们认为这样一个传统呢 刚好是苏联和苏联的 这个传统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在讲第二国际的时候 讲了这个梅林和卢森堡 特别是卢森堡 在这个传统上面 是不是和普莲·汉诺夫是不同的 是吧 和普莲·汉诺夫是不同的 所以普莲·汉诺夫代表的是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而卢森堡呢 代表的是德国的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他们就把它扩大 这个整个的表达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下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传统 第二个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西欧的马克思传统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不同于 就是说不同于其他的 这个国家的 就是在西欧范围内的 主要是指以西欧为主 西欧是一个什么呢 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就在19世纪的 20世纪初 20世纪20年代 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法达社会的国家 因为这个欧洲整个的是不平衡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一种哲学形态 它所代表的是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 在西欧 就是说在西欧发展 西欧这样一个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呢 它的一个特点呢 它和这个 如果和东欧相比 就是和苏联相比 它有什么特点呢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代表的是什么 十月革命胜利的理念 也就是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 它的实践取得胜利的理念 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呢 代表的是 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 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 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 西欧的 这个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样一些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它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呢 它因为它的这个国情不同 所以它所表达的这个思想 表达的这样一个理念呢 也是不同的 这是第二个 如果说 我们说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么东欧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这个苏联 以及在苏联这个哲学的代理 就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整个的这个东欧的这个一片 这个社会主义呢 都取得了这样一个胜利 但是在西欧都失败了 所以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思考 为什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客观历史环境 同样的历史环境 可以说这个客观的条件呢 革命的这样一个客观形式是一样的 世界形式是一样的 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东欧 就是说在东方取得胜利 而在西欧这样一个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不能取得胜利 不能取得胜利 这样呢他们就要分析 就是说作为东方苏联在一个 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这样一个国家 它的这样一个革命实践 是一个什么特殊情况 那么为什么它不适合 为什么它不适合 这样一个西欧的 法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那也就是说西欧法达资本主义社会 它有什么不同的这样一个特点 它的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区别 所以它也就是说它代表了两个地区 不同的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是西欧和东欧的这样一个 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区别 不同的区别 东欧呢它代表的是 我们说是胜利的这样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 胜利的这样一个 这个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吧 而西欧的马克思代表了什么 资本主义批判的理念 所以呢这个东欧马克思主义呢 它呢强调的是一个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而西欧马克思主义 创造的是一个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它转向了这样一个文化批判 我们下面在讲格兰西的时候 会把他们的这样一个传统啊 它会讲我们会讲出来的 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概念啊 第二概念清理了 他们的这样一个传统 第三个 它说是西方共产主义者 西方共产主义者指的是什么呢 是相对于第二国际来说的 第二国际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 是吧我们讲的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是属于第二国际 社会民主党是属于第二国际 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第二国际呢 它讲它的这个理念代表了资本主义 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平时期的 相对和平时期的这样一个理念 那么第二而这个 它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的理念是什么 革命和战争 因为刚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所以整个世界历史啊 呈现在一个就是革命和战争的 这样一个节奏当中 一个节奏当中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它代表的是第三国际的理念 所以在这一点上 它和列宁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有相通之处 就是在这个世纪之交啊 刚好它代表了一个革命的理念 而不是代表了相对和平时期的 资本主义理念 所以正是由于它提出这三个概念 都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定义 一个定义 那么这样一个定义呢 所以它在定义它的时候就讲了 它说是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派别 所以它在批判的时候 它着重强调 它说西方共产主义者啊 形成了共产国际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 哲学流派 那么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不是对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它的哲学传统 从它的哲学传统 以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 这个西欧的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 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内部阵营里面 也着了一个区分 也着了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三个概念呢 它使用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向度 从不同的向度来定义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哲学 那么这样一个定义啊 对于我们思考 这个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什么意义啊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这个思考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 会有一个国际性的 有一个统一的 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啊 曾经把自己称之为一般 一般就是说 是一个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曾经作为一端学说 曾经作为 长期作为马克思的一端 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科尔斯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把他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 也就是说西欧这样一个 法达工业社会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主流 思想的主流 这个思想的确立 他讲了一个 肯定了一个什么样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元的 是多元的 就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他不可能是一元的 而是多元的 就是说你他不否认 你苏联 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 这样一个 什叶革命 取得了胜利的国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不否认你的真理性 但是他认为 你这这样一个真理性 不能代表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不能解决西欧的问题 所以西欧应该有 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如果这个观点 他这个观点提出什么呢 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是一般而是特殊 就说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 没有一个统一的 普遍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是一种抽象 这是一种抽象 而在具体上 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是和他的民族化相联系的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 标志着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格局 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就从国际化一般性 走向了一个特殊性 走向特殊性 由一元走向了多元 由一元走向多元 所以他标志着 这样一个格局的形成 就说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20世纪初开始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走向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走向了多元化的时代 这是一个 如果我们承认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20世纪的20到30年代 开始走向了多元化 那么我们就 接下来应该承认 另外一个思想 就是什么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不能够把 就是说我们说 任何一个思想 它都是相互影响的 包括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既要受到 这个其他思想派别的影响 同时它在马克思主义 内部各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也是相互影响的 但是在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当中 它不是说 所有的思想 它都是平列的 它有一个占主导的 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 原创性的这样一个思想 属于自己原创性的思想 比方说我们说 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它也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也继承了自己 这个俄国的 这个哲学传统 但是最后它形成了什么 是它自身的传统 自身的传统 同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当中呢 它也会吸收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而且它会在里面呢 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派别 有自己的思想派别 但是作为它的主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是科尔斯提传 我作为主流的派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就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的问题 我继续忍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感谢观看